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集介紹一下天立國際項股1773 今天又是一隻歷史上升的股票 雖然盤中的時候 美市段是滾下來的 盤中是去到14% 這隻個股的走勢形態其實是不錯的 曾經跌了很久 以及橫行了很久的時間 這些均線已經是逐漸下滑 股價站於一些均線之上 並且到最後一段 軍事已經黏在舊的狀態 通常這些均線在股價下方 都是一些隨時有機會再爆上去的股 你看到它曾經有爆上來 例如6月16日 7月20日 8月24日 26日 還有中間段10月5日 以及近日的情況 都是成交量突然間增加 並且出現的位置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我們再來縮小的圖 看到這裡 例如當時的這一支 這一支 當日來講升了100%上去 第二天再延續一些聲勢 所以如果你是遲一天進去的話 第二天有機會 再延續聲勢 其實有回的 安全一點的做法 通常會等它回回來 等它回回這支揚足的低位 重要的支持位 這支又再次出現過 整體來說 你可以嘗試這樣滑圖 近期去到這些位置 再上來 如何捕捉到這些位置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趨勢線 把一些重要的低位連接一條線 如果它向下回落的話 又要踩回這條線附近 一些可能不錯的回調位 因為這條線經過的地方非常之多 好了 今天其實是日線圖 曾經出現過突破 再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 本周城加量都是異常的狀態 所以後續可以再次留意它 如果期後回的話 可以以這支揚足低位 作為一個回調的參考位 第二種做法 既然再次升穿過本周的高位 今天的高位的話 這些突破向上的機會 可能就此誕生 好了 今集關於天立國際 紅古1773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